第170集 而方家也已经经过了一场大的变革 昨天的事儿虽然都瞒着 但是却没有瞒过方靖夫妇 在宾客离去之后 老爷子终究还是问出了口 方德华和袁孟竹雷厉风行 真相其实很快就查明了 只是为了顾及面子并没有声张 今天一早听说 老代家被送回了乡下 说是老爷子想念故土 回去之后要修缮一下家庙之类的 至于真正的原因 也就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而代家的代小姐 据说是突然得了疾病 今天一早就被送去了 南面的一个庄子上疗养去了 杨如新对方家的变故闭口不问 有些东西知道了 还不如不知道 博士有句话吗 知道的越多 死的越快 方天泽的情况 虽然有了起色 身体却还是十分的虚弱 所以还必须躺着静养 看到杨如新来了 那种发自内心的开心 是一点也不掩饰的 现在什么都别想 就是多休息 杨如新安慰着小伙子 等你的身体再好一点 我就来接你去乡下 好好调理一下 新姐姐 你真的要走吗 方天泽顿时露出了不舍的目光 是啊 家里还有好多事呢 杨如新笑了笑 方天泽也只能点头 他知道 新姐姐不可能一直陪着他 那他就必须赶紧好起来 才是正理 从方家出来 杨如新的手里拎满了礼物 都是不要不行的 他也就不再推辞 下午的时候 一家人又出去溜了一圈 怎么着也是来了县城一趟 得带些礼物回去分分 才是正理 傍晚时分 前二回来了 之前看好的房子 庄子 铺子的地契 已经过户完毕 之前跟方德华打过招呼 所以前二办理的时候 特别的顺利 那地宝还是第一次 遇到咱们这么痛快的买家呢 前二办成了大事 很兴奋 所以最后 还省了二十两银子 最后我做主 给来那地宝十两银子的感谢费 你做得不错 杨如新点点头 看了眼 有点欲言又止的前二 有话直说 新姐 这次能这么快找到铺子 是之前一个朋友帮忙 他想跟着你做事 哦 我也正需要人手 只是 他还带了两个人 我并不熟悉啊 没关系 杨如新笑了 一回声 两回熟嘛 前二放松了下来 他们就得磕上外面 我去叫他们进来 还是 叫他们进来吧 杨如新点头 这房间 这房间是前二住的 也不在意是不是 有陌生人进来 前二的朋友 叫王大力 二十多岁年纪 是曾经跟前二他们 一起在赌坊里 做过事的 曾经帮助过前二 因为读过几年书 后来就在一家铺子里 做了账房 只是那个铺子的掌柜 很是多疑 一点也不信任他 还经常磕口空前 他做得十分的憋屈 就想 重新换个地方做事 只是一直 没找到合适的 而且家里 还有媳妇孩子 需要养活 这次遇到前二 就坚定了 离开的心思 也是因此 他尽力地 帮着前二 寻摸铺子 只有另外的两个 一个姓胡的 就叫胡子 一个姓狗的 就叫狗子 都是孤儿 曾经在那个铺子里 做过帮工 年纪都不大 一个十八 狗子十四 姚心的嘴角 抽了抽 哎呀 这都是什么名字呀 不过 这个年代也就是这样 比起来 橙子两字的名字 可就文雅多了 王大利 看见杨如新 一身简单的 棉布袄裙 头上什么视频也没有 而且年纪看起来 不过十四五岁 顿时有些失望 不过 毕竟是在社会上 混了这么多年的人 看着前二 对他攻击有加 也没敢表露出来 杨如新只一眼 就看明白了 那个王大利的心思 这个倒不能怪他 毕竟自己的面 的确嫩得很 不过无所谓 只要他愿意跟着自己 总会让他知道 年龄不是问题 前二给杨如新 做了介绍之后 就退后了一步 我呢 需要人手 杨如新也不打算 拐弯抹角 直接开门见山 前二 是我信任的人 他推荐了你们 如果你们愿意 给我做事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当然 前提是 你们要忠心 三个人 面面相去了一下 对杨如新的直接 似乎有些 不太适应 不过 胡子和狗子 都看向了 黄大力 呃 是 是你 黄大力喊得 有些吃力 毕竟自己 都二十好几的人了 孩子都俩了 却叫一个 看上去 十几岁的小丫头 为姐 实在是 有些别扭 但是前二 就是这么介绍的 他也就 只能这么叫了 咱们 都是老师 就是想 混口饭吃 只要 小新姐 能让咱们有事做 有饭吃 咱们愿意当牛做马 我不需要牛马 我只需要 陪我做事的人 杨如新抬手 打断了对方的誓言 而且 我对承诺 并不看重 我更看重行动 说完 笑了一下 你们呢 可以回去 好好想想 如果做了决定 就找前二 他会具体 为你们安排 事情做的 这些日子 他会留在县城 帮着装修 这边的铺子 和院子 说完 起身回了 自己的房间 不出所料 不过一刻钟之后 前二就过来 敲门了 王大力几个 愿意跟着新姐干 杨如新点点头 他不可能 一直留在县城 所以这里 就交给了前二 这里的那个大铺子 可是先租出去 小铺子和院子 就需要装修一下 小铺子会继续 开煎冰果子店 那个院子收拾出来 将来来县城 就不需要住客栈了 至于那个庄子 杨如新会亲自过去安置 毕竟这次看了 那个庄头 还是不错的 暂时就继续那样操作吧 就算要改变 也得到明年开春再说 当晚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一家人收拾好了之后 就退房 准备离开了 方家的管家 却赶了过来 世元梦主 又准备了一些礼物 送了过来 杨如新看 都是些棉布 还有痴食什么的 也就没有推辞地收下了 马车缓缓地离开了客栈 刚走没多远 就有人从后面追了上来 小神医 柳布啊 杨如新的眸光闪了一下 这老头终究还是来了 那个人还是怕死的呀 随即就让前二停了马车 从车厢里钻了出来 董管家 你这是 请神医出诊 董行说着 将一个荷包递了上来 昨天杨如新要出诊费一万两 他觉得有点开玩笑 却没想到 哭也听了 反而踏实了 说神医就是神医 价格便宜了 反而让人生疑 更何况那道虚子的江湖上 名气太大了 所以就点了头 杨如新接过荷包打开 里面是两张银票 五千两面额的 都是宝峰银庄的票号 随即点了点头 可是 活着一大家子人 放心 别远离 有地方 绝对不会怠慢的 董行急忙保证 杨如新却摇摇头 我们都出了好几天了 如果昨天你确定了 我昨天就可以出诊 但是现在 这样吧 我先送我的家人回去 明天我会亲自登门 这个 银票 你先拿回去 等我登门的时候 你再给我好了 杨如新将荷包还了回去 转身进了车厢 走吧 其实他一直没想好 要不要让徐慧 见见杨百月 肯定不会让家人 去董家的别院 其实也可以让前二 直接送家人回去 但是 他又实在不放心 所以就只能推后了 前二一扬鞭子 马车咕噜噜的就走了 董行站在那里 一脸的郁闷 这是耍我玩吗 那我回去要怎么跟姑爷交代呀 杨如新才不管 对方怎么想呢 只是催促着前二 赶紧回去 虽然才出来了三天 说实话 他还真是想念 那个小院呢 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 他更想念小院旁边的 那个人 也不知道 这几天都怎么样了 会不会 别想我呢 这个时代 没有电话 没有网络 无法联系 这样想着 就将之前 顾清衡给他的花木令 破在手里把玩着 虽然没有用上 但是 这些是顾清衡 很真实的东西 杨姑娘 正琢磨着 外面传来了一个事情 好巧啊 杨如新先开车帘 往外看了也 忍不住也笑了 云公子 咱们好像每次 都可以用上巧字呀 云仓也笑了 哈哈 的确是呀 不知道姑娘是去哪里 在下是去莲花镇 哦 我们也经过那里 但是 杨如新笑了笑 我们的马车 肯定无法 和你的马的速度比 所以 你们可以先走了 云仓的嘴角抽了抽 说话太直 其实对人 也是一种伤害 他就觉得 每次见到杨如新 都会被伤一次 对方说的 的确又不好反驳 随即 也就点了点头 那就 告辞了 说完 帅先往前跑去 少主 这个女人 真的没礼貌 石田实在有些 忍不住了 云仓却淡淡地 看了他一眼 石田就只能将 后面的话 给憋了回去 马车里 徐慧有些担忧地 看着杨如新 终究是长进了 没有说什么话 所谓 亏心四见 马车一路没有停顿 穿过阵子之后 很快就回到了村子 老远 一道白色的身影 嗖的就窜了过来 冲着马车 低吼了一声 然后 又转身往回跑 小白 四妮几个听见声音 早就坐不住了 可是 还没到家门口 马车也没停下 所以也只能在车厢里 喊两声 很快 马车在小院门口 停了下来 杨如新第一个 跳下了马车 哎呀 丫头啊 你终于回来了 道须子 第一个 蹦得了出来 你再不回来 我都要去找你了 这几天 我都没吃好啊 杨如新 看他进了 看他进了顾家院子 急忙开口 哎呀 那小子刚下了阵 睡了 杨如新回头 看了老头眼 我去看缝衣 不行吗 小徐子 撇了撇嘴 好事 心扉 杨如新 我错了 刚才你就当我是放屁吧 啊 你好歹是江湖成名的人物 你这样真的好吗 那名友不是我要的 是他们给我的 老头很是委屈 杨如新只能无语的 翻了个白眼 转身就走 哎 星儿 老头继续扁着嘴 哎呀 晚上我给你做 杨如新真的受不了了 哎 好 老头子一听 顿时一蹦老高 招呼着小白 跑没影了 杨如新摇摇头 然后 进了顾家 哎呀 星儿回来了 正好午饭 马上好了 你会让大家 过来吃吧 冯氏听点声音 从厨房里 伸出头来 啊 冯姨 我娘和妹妹们 已经在做了 东西都是现成的 不麻烦 杨如新摆了摆手 给你们带了些东西 我先放桌子上了 哎 阿言呢 哎呀 惊破费了 王氏从厨房里 擦着手 走了出来 阿言一早就出去了 也不知道做什么去了 那我看看 顾清衡 王氏看着杨如新的背影 想阻止 想说大少爷刚睡下 终究 还是没出声 这几天 他也发现 这个丫头不在 大少爷好像做什么 都提不起精神 随即 也就不管了 转身 又回了厨房 杨如新进了屋子 动作放得很轻 站在床边 看着床上的人 嘴角不自觉地 就勾起了一抹弧度 弯腰近距离地 看着对方的脸 有点调皮地 轻轻开口 顾清衡 我三天都没见你了 你有没有想我呀 不说话 就代表你默认咯 默认了 我就要亲你咯 顾清衡的呼吸 依旧很均匀 丫儿心嘿嘿一笑 然后 弯腰贴上了 对方的唇 原本不过就是一个 小小的偷乡 哪知 当他要起身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整个人 都被人紧紧地 抱在了怀里 略带惊讶的张嘴的瞬间 就被对方 攻城略地了 两个人 不是没有吻过 但是顾清衡 每次都是很温柔的 这次 却似乎很不同 变得十分的霸道 让他一点反抗 拒绝的余地都没有 甚至 有那么一瞬间的感觉 他觉得自己 似乎 要被对方 吞进了肚子里 也不知道 过了多久 妖儿心只觉得自己呼吸困难 舌头都麻木了 对方这才微微地 放松了力道 你 雪儿 顾清衡 顾清衡虽然松开了他的唇 却没有松开手 反而将他更紧地抱在了怀里 让他躺在自己的身边 那具心儿竟然透着一丝颤饮 顾清衡 你怎么了 妖儿心察觉到了对方的异样 顾清衡没说话 只是将头放在他的颈窝里 深深呼吸着属于杨儿心身上特有的心香 这三天来的不安和烦躁 终于一点点地消失了 而空了三天的心 也慢慢地被填满了 妖儿心感觉到了 对方情绪的波动 也不再追问 只是任由着对方抱着 直到对方平静了下来 这才抬头 顾清衡 你是 在害怕吗 顾清衡点头 我觉得 我很没用 如果我不是看不见 还不能走 那么 我就可以陪着你 可是现在 说完 自嘲地一笑 哼 你不在的这三天 你知道吗 我忽然很害怕 很不自信 我怕你就此不回来 我怕你 她虽然相信心儿的心里有她 但是 心儿太优秀了 她自己或许不知道 她就是有那种 让人愿意亲近的魔力 就是想要不自觉地 去靠近她 顾清衡真的担心 会有一个比自己 更优秀的人出现 然后 将她的心儿抢走 杨如新抬手 按住了她的唇 嘿嘿一笑 顾清衡 这样的想法 该我有才对啊 我还担心 这几天我不在 你被别人勾走了呢 你是瞧不见的 那些女人看你的眼神 都恨不得将你吞了 说完 还撇撇嘴 对了 身上有位胖姑娘 还要包养你呢 哼 除了你 谁也勾不走我 顾清衡此时 已经恢复了正常 也跟着笑了起来 呵 只让你包养 哼哼 这还差不多 杨如新也跟着笑起来 可是 万一有一天 你遇到一个 比我长得好的 比我难干的人 怎么办呢 顾清衡的语气 显得有些幼稚 呵呵 凉拌 杨如新捏了一下 顾清衡的鼻子 你以为 你这模样是大萝卜呀 这得多么的忧生忧郁 才能将基因 优化成这样啊 什么 忧生 什么基因 顾清衡皱着眉头 哦 反正就是说 你这模样 不是谁都有机会长的 杨如新伸手 揉了一下顾清衡的脸 那万一有一天 我毁容了 或者 呸呸呸 杨如新急忙冲着地面 催了两声 顾清衡 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呀 现在 我很严肃地告诉你 我的确是稀罕你的漂亮 但是 那也是因为 首先 我喜欢你这个人 如果 我不喜欢的人 就算长得比你好看 我也不会多看眼的 你该知道吧 其实八王十王的模样 都不在你之下 可是 我就是不喜欢那么呀 所以 我就没觉得 他们有多好看了 顾清衡顿时笑得 像个傻子 熊样 杨如新搓揉了一下 对方的脸 然后 下了床 行了 别胡思乱想了 你赶紧歇会儿 刚才 是我闹着你了 我已该回去 洗漱一下 晚上过去那边吃饭 咱们呢 再说话 顾清衡 没再说什么 反正 他的丫头回来了 他的心 也回归原位了 雅如新刚整理一下衣裳 想出去 忽然 又想起了什么 转过身来 掏出了花木令 放在了顾清衡的手里 这个 没用到 顾清衡 却推了回来 暂时没用到罢了 你收着吧 要出去做事 说不定 就能用到 只要是 飞扬标局 都可以用此令 调派人手 杨如新的眸光 闪了一下 这些 都是你的人 他知道顾清衡背后 肯定有帮手 否则恐怕 也不会做事 做得那么顺利 却没想到 对方竟然会将 背后的势力 直接交给他 确切地说 是我外祖 留给我的人 顾清衡笑了 如果没有他们 我或许都不一定 能活着逃出来 杨如新皱了一下 眉头 哦 我外祖家 情况比较特殊 将来有机会 再说给你听 总之 你收好这个就是了 有什么事 尽可以过去 调派那些人 好 杨如新不再推辞 哦 对了 阿妍呢 我让她去办点事 估计 晚上就回来了 杨如新也就 不再追问 回去简单地 吃了午饭 将带回来的礼物 分了分 一部分 让三妞儿 周小几个 去跑一趟 还有一些 则是她要亲自 走一趟 哦 心儿 看着杨如新忙活着 徐慧有些为难地 开了口 杨如新抬眼 看着徐慧 你不会 让我去老宅 送东西吧 我 徐慧双手交握在一起 纠结半天 终于 乐乐地 开口道 哦 那 毕竟是老人 我跟他们断交了 杨如新笑了笑 哼 不过咱们家现在 不差一点半点的东西 你如果想去 你就自己去送 我不拦着 但是 我不会去 说完 拎着几份礼物 出了门 身后 传来了了徐慧 微微的 叹息声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 山里汉